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礼拜四的早上 今天让我们一起以《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 从十六到二十五节来思考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请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 并且脚身盛大 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 都站在山下 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 片山大大的震动 脚身渐渐的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答应他 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 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 摩西就上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去嘱咐百姓 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 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有脚亲近我的己事自洁 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 百姓不能上西奈山 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 要在三个四围定界线 叫三成圣 耶和华对他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这是祭司和百姓 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 恐怕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 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真的是出埃及记的中心 那也就是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墓地 那今天我们看到那就是上帝要与他的百姓见面 那就是上帝第一次向以色列的百姓显现 那如果我们还记得 上帝第一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从那一天起 整个出埃及记就指向这个高潮 那就是上帝要召聚他的百姓 要与他们立约 把自己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那归给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以从十六节开始 我们看到摩西叙述上帝显现时 所呈现的景象 我们看到在山上有雷轰、闪电 还有密云 并且绞生盛大 那百姓的反应呢 则是尽都发战 那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那山的烟气上腾 好像烧窑一般 那片山也大大的震动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再一次彼此的提醒 你我真的认识这位神吗 那当我们读过今天这段 叙述上帝显现的经文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思呢 那在昨天 我们看到昨天的经文 上帝先吩咐百姓在 迎接上帝前要先预备 要被分别 并且还要立下界限 免得被击杀 那上帝对百姓的要求 是非常清楚的 那当然目的是为了要保护我们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看 这位上帝呢 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去诠释 新旧约 神在不同时期 祂有不同的属性呢 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必须 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神知道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软弱了 所以我们也似乎把这个神 也就是这位上帝看小 那在这首你真伟大的 这首诗歌的当中的歌词 作者写道 他说主啊我神 我每逢举目观看 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 看见星宿又听到 隆隆的雷声 你的大能变满了宇宙中 我灵歌唱 赞美救主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借着今天经文的上半部 我们的神他是威严的神 我们的神他是伟大奇妙的神 阿们 所以其实没有任何人 可以在这位上帝的面前 能够站立得住 那神是伟大的 我们的神也是蛮有能力的 所以当上帝显现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脚身 渐渐的高而又高 那这代表 神他就是一位得胜的君王 所以我们应当惧怕的 不是我们眼前的遭遇 或者是我们所遇到的人 而是敬畏这位大而可畏的上帝 那今天经文的下半部 我们看十九节说 摩西就说话 那神有声音来答应他 那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段经文 我其实也很羡慕摩西可以直接与上帝来对话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与神对话的经验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 也羡慕摩西吗 你渴慕跟神对话吗 那这是我们借由今天的经文 也可以彼此思考的地方 我们看到虽然摩西能够与上帝 面对面的沟通 但是这是上帝的选择 如果我们从过去来看 仍有一些的历史的蛛丝马迹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如何才能够与上帝亲近呢 首先 我看到我们要先被分别出来 我们看到摩西被分别 亚伦被分别 百姓被分别 那祭司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被分别出来 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经文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由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群属上帝的百姓 是何等的尊贵啊 因为我们是属这位伟大上帝的 国度的祭司 以及国民 所以不单单只是名称上的不同 那这个意义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 就是我们的神上帝 祂要我们被分别出来 去属于祂 那祂更要我们去达成一个目的 就是使万民也能够归属于祂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在第五节 上帝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之后 他们失败 以色列并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 去救赎列国 我们看到他们甚至离弃神 导致在以色列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国破家亡 甚至他们被掳 但是感谢主 在新约的时代 神设立教会 神借着耶稣基督 使所有属祂的百姓 能够借着耶稣基督 恢复与上帝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上帝要赐福万民万国的应许 就仍然可以借着你我去活现出来 以至于我们能够祝福我们身旁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被分别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如此崇高的位分 我们就不应该看清自己 我们甚至不应该贬低自己 去做玷污神荣耀的事 所以今天的经文 在22节到23节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自杰 我们要成圣 感谢主 其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都可以靠耶稣基督成圣 那就是今天与旧约摩西时代 一个最大的不同 其实我们看到真正的成圣 其实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因着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时候 使世人注意到我们 我们记得耶稣要我们做盐做光 其实就是要我们的生命 能够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感到稀奇 那这种分别 也正是今天属神百姓的一种标记 那基督徒哪些事应当做 哪些事不应当做 因着你的身份不同 其实各位 我们就不应该有 我不在乎别人眼光的这种顾虑了 因为 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不代表我自己了 因为我们是耶稣用仲价赎回的 阿们 所以我们所作所为 其实都应该代表耶稣 所以即便我们的行为不是这么的重要 但是我认为应该至少看得出 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分别的 那这种的生命 其实也是向世人去示范 属耶稣天国的子民 应该如何的生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愿今天的经文 能够帮助我们反思 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 所以我们这群属祂的百姓 应该要被分别出来 我们更要有好的见证 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光与炎 一起来吸引人归向耶稣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可慕进入祢圣洁的同在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 十字架上的宝血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 求主祢洁净我们 并用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 主啊 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活出圣洁的生活 求主祢也帮助我们 每天定义来顺服祢的话 让我们不妥协这个世界上 主啊 愿意单单的跟从祢 谢谢耶稣 主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愿今天上帝的话 继续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 并且 让我们也被分别出来 让这个世界的人 看到我们 就吸取我们的生命 愿意来认识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祭 愿神赐福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